HELLO,大家好,我是Hidy,繼續結帳了 今天這條影片會是我分享Clay Deport新粉餅的用後感 然後實測一下它一天下來表現是怎樣的 如果你有興趣就不要錯過,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在介紹它之前,讓大家看看我的底妝 小心,會直接燒到完全沒有粉餅的粉感 然後極滑,會遮毛孔,把你的膚質更上一層樓 沒錯,這個是粉餅的妝效,是不是很誇張? 我真的一用的時候是極經驗 然後將我對於粉餅的解決完全改觀 沒有想過一個粉餅可以做到粉底液 再加上碎粉的效果,一跌一跌乾的感覺 一些顯紋、顯粉的感覺 都沒有,是很滑的 我完全沒有用到Base或是一些毛孔的霜 真的防曬,再加上這個粉餅抹上去 就已經有這樣的妝效了 如果大家是哆哆的,就去吧 在這裡已經可以做結論了 之後也要介紹一下 它的名字叫做轉光雲霧粉餅 原本是連一個粉底液 價錢是1,150元 然後順便給大家參考 日本的價錢是17,600日圓 所以大家看看,在香港還是去日本的時候 可以買 然後給大家看看裡面 首先它的外殼是一個圓圓的方形 旁邊那個是圓的,然後很奢華的邊 是凹了進去,有一個細節的位置 包裝已經是Clay Deport那種貴婦 然後打開出來,裡面就會一邊是粉餅 一邊就會配上它的掃 然後我就配上它們的粉撲 它的這個粉撲,因為我主要用它多一點 超髒的 但是真的很軟綿綿 彈性很好 比起一般的粉撲,我覺得它是做得再好一點 如果用那個掃 我覺得它掃出來的效果都漂亮 然後會薄身一點 不過如果你想做到我這種這麼絲滑的地步 我會覺得用粉撲是比較容易做到這個妝效 然後我就要上網看它的資料 這個轉光雲霧粉餅是有SPF25PA3的 所以如果在夏天我也覺得是要底部做了防曬才用它會比較好 然後它有SPF25PA3的可以補防曬 它用來補妝是完全不會厚重的 然後顏色會有7個 我用的色號是O20 我自己個人喜好都是喜歡 因為臉是白一點 所以我不想臉是吞回頸部的顏色 然後它是穩含高效護膚成分 靈感源自順轉光芒 保濕配方順滑均勻地包住肌膚 令肌膚散發由內到外的光芒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它很神奇地做到 大家平時用粉餅應該會覺得是比較粉霧 霧面一點 它不乾我已經是菠里陀佛了 但是這個我又未覺得它的粉是有保濕 但是從來都不乾 一天下來它不會氧化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很厲害 它還寫了有 獨家護膚成分智能量肌精華MK 持續使用兩週以上減少操造 瞬間替造水潤保濕光彩透亮美肌 我用了一段時間 我就不覺得它像一個護膚品 越用越漂亮的 但是你會感覺到它明顯是比起其他的粉底 沒有抽乾你的水分 是好像平時上一些保濕的粉底液的感覺 所以它真的很厲害 我說了這麼久 就不如給大家看看它的質地 上面是有Clay Deport的logo 但是我已經用到差不多沒有了 然後一邊擦 是沒有粉脫出來的 然後看到它那種細滑嗎 我要專注在這裡 完全不是粉撞 是很像一個雙座 看到不看到推出來 是沒有粉的 我揉了這麼久 它真的滑到程度 是你上了去 我的手本身是出名乾的 是沒有任何的細紋 紋理 完全所有的邊界感 都不會乾 所以為什麼我真的高度去讚揚這個粉餅 我會用粉撞和掃 分別在手上試給大家 看看是不是那種的妝感 超厲害 你一滑上去 你會感覺到它是極度貼膚 然後遮瑕度大約是中間 我這個斑都沒有遮光 我沒有落到任何遮瑕膏 可不可以再遮多一點 我先試一下 印上去它有好一點 但也不是完全全遮瑕那種 然後再用掃試給大家看看 有分別了 我用掃去上的時候它會輕透一點 就像我們平常定妝 所以反而補妝的時候 我會喜歡用這個掃 我會這樣帶出去 是完全非常絲滑 你看到沒有任何的粉堆出來的 今天我就不會在這個時間和大家上妝 去做實測的一天 因為今天是下雨 又不算很焗 我想試它的持妝度給大家看 它有這個套 這個我本身都是想補妝或怎樣 但是我自從擁有它之後 我已經起碼用了它十次以上 我外出的時候朋友看到我 哇你今天用了什麼粉底 很滑 我讓它們再試完之後 全部被我燒光 很多朋友會問 因為我去年有介紹過 Make Up For Ever的粉餅 和這個的分別 我覺得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Make Up For Ever 它本身是比較控油 持妝 然後在它以前的粉餅 我一直以來都用不到任何的粉餅 它是第一個 我覺得乾肌 你只要做好保濕打底 其實它上到臉 它都不會是一個 你用不到要龜裂的狀態 但是Clai Deport的這個 它是另一個層次level 它不再是粉餅 它只不過是一個粉餅型態的粉底 也加碎粉 而且它上妝又超快 你知道粉餅是你塗完防曬 或者是你的Skin Care 是真的只用它 不需要再想定妝 我亦都試過很多次用它 是沒有噴定妝噴霧 因為我不想破壞它的妝感 真的很漂亮 所以就很有衝動 去拍這條影片 燒大家 還有告訴大家 它真的值得這麼貴的價錢 只不過是看看你覺得自己 需要不需要用這個貴婦的價錢 去買這個妝感回來 我再給大家看看它是完美 有額頭、臉、下巴、鼻翼的位 全部都是修飾得很漂亮的 我想都不用總結了 直接看我上妝 和它全日的表現 就應該夠了 早安 今天是想測試Clai Deport粉底 時間是早上的7點59分 因為今晚約了朋友吃飯 我就不戴痱了 現在直接遮了黑眼圈 然後眼底我會用碎粉 定一定遮瑕膏 然後就會用Clai Deport的粉餅 我喜歡上妝的時候用它的粉棵 拿了一下 然後近鏡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樣抹上去 上了粉 你畫上去的時候是很滑的 三兩下手勢 我想加上十多秒左右 我就上完底妝了 立即上妝的近鏡 壓我的嘴巴 被Chopper咬 傷口在賣 所以有點懶 它是完全極度絲滑 你摸上去是不厚、不焗 不會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 做多一個測試 我們用紙巾印這裡 大力地印 它也是沒有交換的 而且這樣印也沒有剩下底妝 來到8點47分 我要出門口 一會兒再跟大家更新我的粉底狀況 然後我出去補妝的話 就不會用這個粉棵 我不會帶它 反而我會帶它們的掃 再跟大家更新一次 而且現在化完這個妝 我想十多分鐘左右 它的狀態就是這樣 我現在躲在廁所 時間來到11點27分 我搭了車出來 過了三個多小時 沒有任何東西要更新的 因為妝依然很滑 然後還很細緻 完全不需要補妝 我覺得它的狀態是很好 不黏 天氣也算熱 有焗 有少少想下雨那種 但也沒有任何狀況 沒有塞任何的紋 非常之好 所以下一次更新的 應該是吃完午餐的時候 我們一會兒再見 現在時間是2點43分 我覺得還是沒有什麼要更新的 就是剛才吃完雲吞麵 抹了嘴 這裡有一點點的粉 可能上面也脫了一點 但基本上妝都是很完整 沒有脫任何東西 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也沒有卡到紋 這裡的話 遮瑕度可能跌了0.1 但真的完全 妝我還覺得是比今早上妝 沒有那種少少的粉 少少碎粉的感覺 現在完全沒有了 變成了一個很奶油肌的感覺 我衝回家 打算快快手撥出去 然後順便補妝 讓大家看看現在的情況 鼻子因為流鼻水 我抹了 但它不會有一塊一塊的粉 吃東西抹了嘴 這裡也沒有了 它那個的blend in 程度做得很好 不會說這裡是有些粉餅 這裡完全沒有了 然後我就補一補妝 這個位置有些汗 我感覺到了 會有少少斑薄的 但因為我忘了先抹些汗 然後其他的位置 不停地掃一掃 就這樣掃一層 好像又已經是新上妝一樣 好啦 那我呢 其實是要帶Chopper去做指甲 再加上是約了朋友吃飯 所以是超級無敵趕時間的 一會再update 其實 搞定我弄完了 那現在呢 是過了上妝超過十個小時 那就可以讓大家去看一下粉底 完全到現在都是不蝕紋 我覺得是很誇張 這個妝效到現在 那之後 你覺得需要不需要補妝嗎 你覺得不用 是啊 認真 我剛才出來之前補過一次 那不用再補了 我的update 是去到很誇張 所以大家明白為什麼我介紹的時候 會這麼高度讚上這個粉底 就是它做到一個這麼持妝的效果 是可以完全到現在都沒有光紋 那我去吃飯了 現在朋友等著我了 我現在衝過去 一會兒吃飯的時候 我還未必update 因為有幾個朋友在這裡 那我就應該回家 去到晚上10點多11點 即是過了15個小時 就會再和大家update 它最後的持妝度 好啦 我想說我指甲鏡很漂亮 好可愛 好可愛 現在去到晚上11點07分 我終於回來了 然後為了初拍日吃晚飯 那就和大家做最後一個update 其實距離今早化妝已經是14個小時以上 很誇張 讓大家看看 這裡是我上得最厚份 我覺得它現在是有些斑薄的情況 但絕對不嚴重 然後呢 我今天剛剛是一邊放chopper 逛了一陣子 就不斷出汗 額頭這裡 你會看到有少少掉了 又在超近鏡去看看現在的妝的情況 那隻眼睛呢 是用我自己的碎粉 然後眼下面這裡 全部都是粉底來的 然後呢 這一邊 它那個的遮瑕度 我覺得 比起今早是沒有了一點的 但是下午開始到現在 都已經差不多了 整體都是這樣 我有流過鼻水 所以鼻翼的這些位置 會有泛紅出現 但是因為這裡真的流鼻水 不斷抹抹才會有這個情況 這裡我覺得有少少 會可能跟那些 因為吃飯和朋友聊天 會笑 然後有很多表情 有 是顯了出來的 但是 那時候已經說了 十二個小時以上 才會發生這些情況 我下午去吃東西 或者是我中間工作 要跟人家溝通的時候 是沒有任何的情況出現 所以大家就可以用我這一天去做參考 在一個乾肌中壘三個肌身上 這個粉餅的表現就是這樣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試一下下妝 哇 一下就知道 其實粉底還在 因為是完全 兩個狀態 真的不下的時候 我還會覺得 可能是粉底太薄 但是下了 你就會發現 原來 它真的看到的 好厲害 我整個額頭 一下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嘩 嘩 比我想像中 它再厲害 因為平時我用下妝油 是一次過下的 沒試過是用下妝水 我打算給大家去看看 但是 全部都是粉底 稍微的 好 很容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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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